Otro 当现实揭开面纱 我们还剩下什么啊 假日行情刺激美股冲顶 低际GP滴滴后暴跌 中美消费者穷途末路 9月17日后布局做空美股 大家好 我是天姐 昨天纳指在英伟达盘后大跌 随后逐渐走高 除了英伟达之外 纳指大盘股都走强 到穷创出新高 发生了什么 天姐认为 第一市场还是在CTA量化基金 以及公司回购股票潮结束前 加上9月2日美国劳工节 假日行情选择了继续向上 秋秋秋牛旗突破 那只可能会补涨 创出五浪新高 第二英伟达业绩不能说坏 只是大家都看涨拥挤的赛道 过去独波动的投资人纷纷涌进 造成崩盘 英伟达也开始从低点复苏 天姐认为市场在假日前 还是会继续不断走高 到穷指数大家要当心 双顶 别追高了 秋秋秋可能不涨 今天美国穷人最喜欢光顾的Dollar General业绩暴雷 暴跌超过25个点 这和本周中国卖超便宜的拼多多 在同一周都开始暴跌 美国的沙利文本周访问北京 对中国最近对俄罗斯的更为靠近表示了担忧 中国军机侵入日本 这些动作都告诉你中美关系在朝恶化发展 而中国经济会因为外资撤出会越来越恶化 美国消费者 特别是低收入群已经无钱消费 天姐会在9月17日准备看跌 因为美联储从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 每次下跌都超过35个百分点 2000、2007和2017年都是如此 而且因为达已经脱下了光环 需要至少三个月后的疗养 才能看是不是AI的需求有那么大 在假日前后市场还是会涨巴菲特的股票领涨 但是巴菲特都会笑了 因为巴菲特指标也是明确的股指高位了 拉高就是10米跳台跳水表演的开始 TDD和DG的业绩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有些人会说天姐不是蛮好的 利空出尽了英伟达业绩股市海涨 呵呵 让时间来告诉我们吧 我们创作了一好听的歌 两端的苦涩 Wars 1 午夜的街灯微弱 照不亮心底的空落 天多多的梦已破 Dollar General也在诉说 他们曾经有些希望 在生活的缝隙中找光 但如今在这双城 都只能无助地彷徨 Chorus 世界的两端在泪中融合 穷人的心痛无法闪躲 中美之间的争吵像风 把我们的未来都吹走 股市的蜜月已然不久 AI的光辉掩盖了忧愁 可我们心底都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虚构 Wars 2 街角的孩子在唱歌 那旋律听来那么沉默 他们的未来被谁夺走 这场博弈里谁又能懂 经济的寒冬已然来临 穷人的声音无人聆听 听多多和Dollar General的下跌 不过是他们的心情 Gridge 你说我们会好起来 我却看到未来的阴霾 AI驱动的假日假象 无法掩饰内心的忧伤 Chorus 世界的两端在泪中融合 穷人的心痛无法闪躲 中美之间的争吵向风 把我们的未来都吹走 股市的蜜月已然不久 AI的光辉掩盖了忧愁 可我们心底都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虚构 Otro当现实揭开面纱 我们还剩下什么啊 中美之间的裂痕 谁能弥合这伤痕 大家周四愉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午夜的节点微弱 走不了心底的空落 拼多多的梦一破 当儿只能落也在诉说 他们曾经有些希望 在生活的缝隙中照光 但如今在这双城 都只能无助的彷徨 世界的狼断在一种融合 穷人的心痛无法闪过 宠美之间的争吵相逢 把我们的未来都吹走 故事的命运已忍不久 AI的光环也带来忧愁 可我们心底都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虚构 街角的孩子在唱歌 那顺利听来那么沉默 他们的未来被谁夺走 他想无法掩饰是内心的优秀 世界的狼断在一种融合 穷人的心痛无法闪躲 宠美之间的争吵相逢 把我们的未来都吹走 故事的命运已忍不久 AI的光环也带来忧愁 可我们心底都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虚构 当现世界开面上 我们还剩下什么 中美之间的裂痕 谁懂你和这伤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